大家好,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8月3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根据航空、国防、安全和太空组织的贸易协会X Group 最新报告,2023年上半年全球飞机订单数创下了历史记录 成为自2010年以来最佳表现 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示 2023年上半年全球共接获1667笔飞机订单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9% 堪称自2010年以来飞机订单数的最高记录 这一成就的背后得意于 2023年上半年成为X统计开始记录以来飞机订单数最多的时期 6月份和巴黎航展的公告为全球飞机订单部增添了动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单通道飞机市场上 市场表现强劲 迄今已订购了1398架单通道飞机 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订单数 2023年上半年 飞机订单备忘录增长了11% 达到14462架飞机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仅增长了1% 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 这些飞机订单备忘录相当于十多年的工作量 价值达到2180亿英镑 为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外,在今年上半年 飞机制造商共交付了582架飞机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1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上半年 交付了85架宽体飞机 同比增长了23% X Group首席经济学家Amy Stone表示 X不断强调行业信心的回升 考虑到目前的生产和交付日期 X已将我们今年年底的飞机交付预测 上调至1215架飞机 这将代表三年多来交付的飞机数量最多 这是飞机制造业正在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的强有力信号 尽管供应链问题仍在持续 然而,尽管订单和备忘录数字的增加 航空业复苏信心不断提升 X成员仍然持续报告英国供应链的压力 在第二季度调查中 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通货膨胀 对其增长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担心原材料和输入成本 X首席执行官Kevin Craven表示 在2023年上半年取得的热烈订单数 是行业信心回升的非常欢迎的迹象 此外,交付数字的增长支持了 X对2024年制造业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预期 为了充分实现2023年上半年飞机备忘录和记录订单数带来的制造潜力 我们需要解决阻碍发展的问题 包括供应链问题和影响增长的劳动力短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X将继续与行业和政治利益相关方合作 确保专注解决影响航空业的当前问题 第二则新闻 近日,台湾工具机产业面临着碳焦率的问题 对此,一些企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台中经济总经理是协理黄一颖 在碳权交易来了论坛高雄厂中表示 台中经济自2013年起便开始了智慧化绿能工厂的推动 并进行内部流程的数位转型 他们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员工共识 并设立了三G目标 即Green Factory 绿色智能工厂 Green Machine 绿色产品发展 和Green Go 数位与永续双效合一的转型 此外,台中经济也将这些方法和路径延伸到了供应商与客户 成立了零碳供应链推动计划 同样参加了碳权交易来了论坛的台湾工具机 一级领组建工会理事长,永静机械总经理陈博嘉也分享了工具机产业的绿色转型 他指出,在工具机生产过程中耗电量并不会太大 主要的能源消耗来自消费者使用机台的时候 因此,工会发表了白皮书,推动绿色GX和数位DX转型 制造出节能减碳的产品 同时也让机台能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AI分析 从而让产品使用者在使用更少能源的情况下达成相同的工作效果 陈博嘉提到了数位双生的概念 他们将这一理念推广给工会内的800多家会员 使生产线能够运用数位模拟方式达到99.99%的生产准确性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损耗 他认为,要实现2050年的净零目标 对工具机产业而言,制程改善是最大的帮助 他们估计,若能朝着双轴制造的方向发展 到2030年就能实现减碳20% 第三则新闻 大同大位OSPP500 这是一款崭新的下一代数控系统 最近荣获了第53届机械设计卓越奖 由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发此殊荣 OSPP500的到来将为客户实现制造数位转型 带来更多可能 来自日本的工业领导者大同大位 OKUMA推出了这一下一代CNC产品 为工厂制造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这款CNC系统具备先进的功能 可以在控制端建立一个数位双升环境 完美复制机床的控制和切割操作 这使得加工时间的估计速度超快 仅需实际加工时间的一千分之一 并且高度准确 同时使用者可以在办公室的个人电脑上进行高度精确的模拟操作 就好像实际在机床上进行加工一样 这让我们在办公室就能进行验证 大大减少了机器停机时间 而且操作面板也经过重新设计 提高了可视性和使用便捷性 就算是不熟悉数控编程语言的初学者 只需按照指导进行 就能完成零件加工的所有步骤 包括准备 加工和检测 除了这些令人振奋的特点外 OSPP500还具有更强大的计算机处理性能 使得相同加工程序的循环时间缩短了高达15% 同时 它还提供Ecosuite Plus功能 能够更好的可视化CO2排放情况 并允许外围设备的改进和间歇操作 此外 它还与Thermal Friendly Concept 极其精确的热变形补偿 相结合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同时保持高精度和高生产力 最后 OSPP500还配备了强大的安全功能 能够防御保护和恢复抵抗网络攻击 它确保机器运行和加工程序等宝贵资产的安全 OSPP500的荣获卓越奖 无疑是对这项技术的高度肯定 它为工业领域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和可能 使得制造业能够更加智慧和高效 我们期待着OSPP500为工厂带来更多积极的变革和进步 第四则新闻 根据最新的SNP Global数据显示 英国制造业在7月份陷入了更深的低谷 达到了7个月来的最低点 生产产出 新订单和出口需求都出现了下滑的情况 7月份的调整后 UK Manufacturing PMI指数为45.3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低值 较6月份的46.5有所下降 指数低于50表示该行业处于缩缩的状态 而已经处于这一状态已有12个月了 7月份 不论是消费品 中间产品还是投资品 英国制造商的产量 新订单和就业率都出现了加速下滑的情况 企业将这一衰退归因于国内外市场疲弱 客户库存过多以及企业内部的精简努力 制造商表示7月份平均进货价格连续三个月下降 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 进货需求疲弱 以及运输和能源成本降低 这些因素都与此相关 针对最新的调查结果 SN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总监罗布多布森表示 7月份英国制造业的衰退进一步加深 产出下降速度是自1月份以来最快的过剩的客户库存 出口损失增加 较高的利率和生活成本危机共同加剧了需求下滑的令人担忧的情况 尽管制造商对该行业保持普遍积极的展望 超过一半的制造商仍预计在未来一年内产出将上升 但其他前瞻性指标显示出目前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国内和出口需求正在减弱 待处理工作的积压急剧下降 这都可能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削减生产 就业和购买的可能性 采购与供应研究所 SIX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格伦博士表示 7月份制造业的前景再次变暗 产量突然下降 达到自疫情以来的最差水平之一 在过去一年中 制造商已经有11个月出现了活动减少的情况 新业务和就业水平均出现回落 总的来看 制造业的复苏似乎已经停滞不前 对于进一步加息使得借贷变得更昂贵 以及客户不愿意购买的担忧 使得这一行业在另一个月里步履维艰 但超过一半的调查受访者仍对未来12个月保持乐观 PWC英国的制造和汽车领域负责人 卡拉哈菲表示 我们看到制造业继续面临压力的迹象 7月份的PMI为45.3 表明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五则新闻 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股市繁荣近期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让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市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曝光 安纳德拉吉财富副总裁费罗兹阿兹表示 印度的增长故事超越了平均水平 无论全球面临什么困境 印度的经济都运转如常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主要经济体受到高通胀的影响 但印度的通胀本来就较高 2020年1月 印度的通胀率达到7.59% 而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大型经济体同期的通胀率分别为1.8%和0.8% 阿兹表示 高通胀对印度来说并不陌生 这是印度一直以来面临的情况 且一直在保持高通胀和高利率 而6月份 印度的通胀率降至4.81% 仍在印度储备银行所容忍的2%至6%的范围内 自4月份以来 央行将利率保持在6.5% 阿兹在上周接受CNBC的Scopebox Asia节目采访时表示 各项宏观变数正积极累积 我们正处于增长周期中 资本从印度家庭储蓄流入股票市场 这为印度的增长故事做出了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上调了对印度2023年增长的预测 这归因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强劲增长以及国内投资的推动 在7月 Sensex和NCT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分析师对指数未来数年带来正面回报的信心十足 MOMI Waterfield Advisors的首席执行官间创始人Samir Rajan说 过去有许多人说印度是投资的好地方 但他们感到失望 因为动能会开始 然后突然停滞不前 然而最近来自国内零售和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流入 让投资者对印度越来越感兴趣 此外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采取中国加仪的策略 在印度设立制造业务 这提升了印度的长期前景 Kotek Mahindra资产管理的董事总经理Niles Shah表示 他说积极的情绪 更多的资金流入以及基本面的支持 都导致印度市场走高 印度整体投资正在复苏 他补充说 无论我们观察经济数据 印度都在全球的沙漠中展现出绿洲的形象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